我叫王超逸來自香港 現在在廣州市南沙區投資促進局 任四級主任科學員 亦都是我們廣東省第一批港澳職工務員 目前工作主要是負責招商引資工作 以及服務好落地好的企業 其實入職之前會覺得 可能落地政府會機關化 會比較官僚 但其實入職後才發現 政府辦事的效率會很高 說了南沙是國家級新區 自貿區和粵港澳合作示範區 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平台很好的對我個人成長 最後我覺得南沙很適合居住 會安居留業 平日下班都會去做健身 然後局裏都有組織 籃球賽、足球比賽 相對穩定 然後生活成本很低 最大的優勢是樓價相對便宜 然後問我還有沒有招 港澳職工務員 或者其他事業單位 都想報考試一試 25周年回歸之際 我覺得香港那屆應該更加 觸緊這個大灣區發展 融合的機遇 做好我們內地和國外的超級聯繫人 為香港和祖國的繁榮 和穩定的意粉度